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我们刚刚聊了很多也大概示范了一下 像邱子你刚才说我们也都做了一个示范 究竟室内设计师是如何跟这个客户沟通的 然后了解他们本身的这个需要而去做这个设计 但是好了那Tim我现在要延续我们刚刚的这个话题了 就说到那刚才是一些客户 他可能没有太多的意见是由你来发问 那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客户本身是 或者可能你没有遇到 可能这种客户根本也不找设计师了 就认为自己就是设计师 本身去做设计 那对于这种客户你会有什么样的看法 不是讲客户啦 这就是一般这样子的群众 比如像如果我认为我自己 我可以做设计 因为毕竟设计是很主观的 是很subjective的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设计师 你无论是平面设计也好 还是什么设计都好 大家要认为自己很有才华 我可以做这个点子 我有很多点子 那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对于这件这样子的事情 假设我就遇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顾客的话呢 首先 其实我会在一个很对的一个频率上 让他知道说他真正想要自己掌握的是哪一块 因为其实这个室内设计呢 主要是分成 如果我们要把它区分的话 它其实有三大块的 就是有一块就是所谓的那个形象上的 那个视觉上的部分 再来就是那个功能上 OK 另外一块呢 其实基本上我们就叫 就把它叫做装修嘛 对不对 装修 OK 其实装修呢 你把这两个字拆开的话 其实它是 装是可能是组装 装和修 改装 对不对 修也是修理 可能是现有的 有的问题去解决 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这三大部分嘛 对不对 装修 这个功能 与这个视觉上的东西 所以我会 我会想要 这顾客呢 能够明确的告诉我 你真正想要掌控的是哪一块 所以我 我们从这边去分析 去了解说 去满足这个顾客 在于他自己最重要的那一块呢 我觉得我们就 尽量让他能够有一定程度上的 那个involvement 但是其他的我就会 比较全权的去控制 所以这个初期的这个 跟着顾客的这个 这个这个商讨呢 必须是 是比较正面的 在这个课题上 必须是有一个达成一定的共识 那我才会觉得 这顾客 我们能够继续的合作下去 这样子吧 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很难搞 很难搞的这种客户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例子 如果有的话 不用提名字 就是说你遇到一些case 是怎么样处理 怎么难搞 很有趣 其实一般上最难搞的顾客 其实我们今天 我现在谈的 都是其实环绕在这个 个人顾客上 个人顾客上 一些最难搞的情况会是 就是那个决策人 决策人不能够做 这个final decision 就是一般上是老公老婆 这种情况 对不对 对对对 OK 我们就把话说明 老公老婆是最难搞的 OK 就是很多时候的决策人 他为了要 就是我就是决策人 OK 那给的这个instruction 其实很多时候是 明知道是根本不能实现的 然后我们 当然我们身为一个第三者 我们也不能够去 去鉴定 对不对 我们必须尊重 这是你的意见 然后做了之后才发现到 其实不能 他只是一个puppet 背后还有一个更高决策人 最高决策人那边做一个决定 对对 所以一般上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其实都希望呢 就是他们 这个顾客群嘛 就是说可能是两位 甚至更多 有时候还有包括就是父母是出钱的 然后儿女是使用的 那决策人可能又是两位其中的一位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就会非常的混杂 然后也不知道到底谁的这个decision 才是final decision 所以这样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都会 我们采取两个措施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会第一步就是 我们一旦发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他们 就说你就是有这个分歧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这个私底下 你们自己商讨了过后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最后的讨论 这样子 这是其中之一 那再不能的话 我们有时候发现到这顾客 其实他他其实也也也蛮为难的 在这课题上 他可能也不能够自己 亲自的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会建议说呢 就是大家一起这个group discussion 如果可以的话 那在那时候我们 我们的这个角色扮演 就会变成是协调人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一块是最难的 在这个设计的方面 其实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师 他就是我们也是要有一定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协调能力 对对对 协商能力 对对 所以你看啊 作为一个设计师 他不单只是纯粹要了解设计这个 这个技术啊 这个技术 这个是比较技巧性的东西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要包括这个协调能力 PR能力 就是沟通能力等等 也要相对的好 我相信沟通能力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沟通和表达 今天如果是一个设计师 如果沟通能力不好 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去理解 对方所要表达的东西 你接受不来 你也没有办法很好 把自己的idea说出来的时候 误解就会产生 那误解产生可不是开玩笑的 东西做出来过后呢 就已经是 你已煮成烂 你做你改不来了 一些东西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很糟糕的 所以你刚刚说的是个人 那我相信室内设计 它不单只是对个人吧 包括是对企业的也有 企业包括可能是发展商啊 等等这些还是 或者是公司 让你们去做设计 好 通常个人和企业 这两种服务方式 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 好 呃 呃 个人跟企业最大的那个分别 往往是在于那个 呃 时间上的控制 时间上的控制 对对对 企业呢 在这个时间上的控制 是要求的非常的精准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就必须是交货了 嗯 那也不能够再更改了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一段期间呢 去去进行那个设计呃 的更改 或者方案重组之类的 就是有deadline和这个word progression 对对对 会要很精准 对要很精准 那呃 某个程度上也提供了我们一个便利 就是说呃 我们从这个 从从零到到有的那个过程呢 会比较systematic 很多时候 在这个企业的这个部分 因为呃 比如说呃 就必须开张了嘛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广场要开张了 你不能够继续在 在修改设计 或者是更改工程细节 呃 时间到了我们就必须交货 所以在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大前提下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我们什么时候要有一个 呃 一个一个结 一个段落的一个停止之类的东西 嗯 所以变成我们呃 在这个呃 设计的这个部分呢 能够更加的有规划去处理 嗯 至于个人嘛呃 个人其实也是也是也是 当然也是有那些比较 时间 时间的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就会比较flexible 嗯 就因为呃 呃 是自己居住的嘛 可能现在也是有在在别边住着房间 或者是呃 有着自己的一个老家 比较能弹性化处理 比较能弹性化处理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反而对我们来说 有时候我们就比较担心一点 可能就是呃 一改再改一改再改 好像就没有没有期限 这样子再再再去尝试那个那个idea之类的东西 所以如果这样子说 我们就说到这个会不会呃 也影响到收钱呢 因为因为毕竟呃 其实设计师是怎么收钱的 就是那个费用是怎么计算 是以时间的长短来计算呢 还是说呃 做了多少的东西计算 还是是怎么计算 其实设计师是怎么卖的 怎么怎么怎么赚钱的 设计师怎么赚钱的 室内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有主要分成两个方式去 去去计算这个呃 我们叫fees嘛 嗯对对 design fees design fees 所以呃 其实有一个比较比较大型的设计方案的时候呢 呃 尤其是对这个发展商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这个percentage 就一个巴仙率去计算 怎么说呢 percentage based on 就是根据什么的percentage 他的整个发展的预算来来那个percentage吗 还是怎样 因为percentage可以是从不同的这个数据来percentage吗 这个percentage呢 我们主要是以一个呃 我们的室内设计的范畴 就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将会将会运作的那个室内设计的一个总budget 所以是不包括他其他的部分的 就是这个室内设计的这个construction cost construction cost 就是说包括把整个东西建好过后 他的总数是他的这个总开销多少 对啊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呃 这个可能这个录音室吧 好不好 或者我们的这个办公室 办公室需要做整个设计 那整个设计包括装修等等 你可以说三个部分嘛 就是功能啊 什么个人化这些什么装修等等 全部加在里面 包括器材也加在里面 对不对 这整个加起来就是那个总开销 然后你们是从这个费用里面的percentage来计算 对对对 然后来查证那个design fee 对对对 哦是这样子的啊 对 那这是其中 这是其中一种算法 一般上这个percentage 我们都是在一个比较大型的 我说的比较大型的 可能是呃 发展项目 发展项目 或者是这个呃 office tower 哦 会会 清晰到这个 这个contract的这个value 是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以一个呃 呃这个 这个平方车的一个计算 呃或者是我们会先 呃呃 做一个炒稿 就是大概需要多少钱 呃 based on我们的经验啦 当然 based on顾客的要求 我们必须有一个 一个budgeting 所以这个budgeting呢 我们就会计算一个percentage 然后呃 过后呢 最后final这个billing的时候呢 我们再再重新的就回顾回 是不是有增加了预算 还是减少了预算 再去 再去 在我们的finalaccount的时候 再去这个revised我们的fees 所以不是根据整个你要设计的范围有多大 这个per square feet来计算整个designfees吗 不是这样子 呃这个也是 这个是当当这个项目比较小的时候 比较小的时候 对对对 可能我们 我们做这个个人的这个住宅的这个设计方案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以这个这个 square feet 这个方尺平方尺的计算 所以收费就以这两种作为主要的啦 对对对对 那那OK 如果是这样子 percentage一般上 一般啦 就是market里面会是 charge 多少个巴仙呢 这样子 这个应该不是秘密吧 是吗 是秘密吗 商业秘密吗 呃 这个不是商业秘密啊 但是这个 真的是 很subjective 对 我是说会 它的范围是多大 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二十吗 还是怎么样 呃 如果 以我的看法呢 就是你知道的market的这个rate 通常是它的range是多广 它的range大概是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 呃 不超过十五 不超过十五啦 就五到十五之间啦 对对对 一般上market都这么charge 对对对 这是大型的project啊 对对对 那如果小型的话 per square feet的那个 charge charge的那个方式是 它的范围也是多广 呃 这个percentage的范围 呃 不是 percentage是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嘛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以个人的话 个人你是以这个大小嘛 对对 这个设计的范围的大小 面积大小来做计算的 那一般上是以per square feet来算 对不对 那per square feet的计算是 它的范围会是多少 如果是设计师的这个charge 呃 就是 大概是几百块之类的 几百块per square feet 对对对 几百块是从一百开始 一百开始 到最高多少 可能 五百都有 一百到五百都有啦 对 opper square feet 对 哦 那 那一个设计师如果设计 如果说呃大概一千左右 我算一千的话啦 那设计师的收费就大概到于设计费就好贵哦 五十千啊 那对吧 一千 如果是一千 square feet的一个地方 嗯 一一间房子 一间房子 然后要找设计师 以最便宜的说是以 好 我就一百块的计算 一百乘以一千的话 就大概一千 千 万 十万 就十万块了 设计费 不是 一千 一千 square feet 一千 square feet 对 一千 square feet 如果说你最便宜一百块做square feet 不 square feet来计算那个设计费的话 就大概十万了 对不对 我赚错吗 个是百 千 万 十万了 好像 对对对 就十万块了 呃 其实我们 在这个以square feet来计算的时候 我们都 我们的计算呢 都是以那个 你有设计的那个范围 对对对 哦 是设计范围 不是说你整间家那个范围多大 不是不是 哦 有设计的范围 如果是整间家都有设计呢 整间家都有设计 其实我们有时候是一个 lamsum的计算 哦 而不是以百 square feet的计算 不是 对 因为这样会很吓人 十万块设计费 我这样去 都是以lamsum的计算 那如果我假设 刚才我说的 这个一千平方尺的 这个 然后 你就不会以百 square feet 你们就是不会以百 square feet来计算了 那lamsum会低过这个 十万块吧 对对对 会肯定低过 肯定 那lamsum的概念是怎么说呢 lamsum的概念呢 就是 首先我们考虑了 整体要做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整间都做完呢 如果整间都做完 我们就会以一个 一个pore rate来计算 pore rate 对对对 平均 其实我们的计算呢 我们也是以 即使是一个lamsum呢 我们也是以那个 总 总的那个 construction cost呢 然后我们做一个 percentage的一个 一个计算 然后再把它 round up 变成一个lamsum OK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在收费方面是 可以很伸缩性的 不同做法 对对对 在收费是这样子 我开始懵了 我开始有点 就是说 总之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标准性的一个做法吧 可以这么说 有一个参考 但是不一定是要这样子做 对对对 因为其实是 真的是很subjective的 我可以告诉你 跟你们分享一个 一个example 就是 在我参与的一个 一项工程里面 就有一个这个 日本 日本在 在一个新加坡 建立这个 他的这个设计 工作室的一个设计师 他参与了我们本地的 一项工程 只是一个 一个sketch 这是一个 草图 他就收了八千块了 那个草图 草图是可以收这样的价钱的 真的是要看这个设计师的 这个名气 的名气 他怎么去收费 所以他其实是 某个程度上也是蛮subjective的 但是你真正你问我 最简单的标准 其实 如果我们这个行内的人 我们都是会以这个percentage 有一个固定的标准 就是说 他可以很高 也可以很低 然后可以一个东西 看起来 你感觉上没有收费 但实际上要收费 但客户不了解 客户不了解 单单比如说你一个草图 可能你花了很多心思 做了出来 为什么今天我收八千块 但是因为我之前做了很多study 我做了很多research 然后你看起来只是一张图 但这张图背后的功夫很多 他看不到 他会觉得 为什么你说我八千块 但我们也不能怪 不能够怪客户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 他收费真的是太模糊了 就像林刚才说的 他可以是percentage 可以是有percentage 然后同一个时间 我就不一定是靠 那个percentage来算 我可以lum sum来算 甚至可以又另外一方式 又有变成percentage来算 所以对于客户来说 他根本不了解 今天整个设计 design fee是怎么来的 甚至有很多客户会跟我说 design fee怎么可以差这么贵 他们就说这个还贵 有时候可能还贵过其他 只是一个小小装车怎么样 他觉得这个好像很不值得 但是后来有一些公司就变聪明了 他把这个设计的地方减低 然后把其他地方拉高 其实是补回去那个部分 所以是拉长补短的在做 我相信有很多公司都在做这种事情 但也难怪 因为毕竟这整个市场的 他的运作是这样子 整个市场的这个规则 也是这么在晚 就变成了让客户也突然间 搞不清楚究竟怎么收费 他不像有一个标准 比如说我今天去买鸡蛋 鸡蛋的这个市场价格跑不了 但鸡蛋是可能是会统治价格 这样的 我不说这个 就是说你买汽车也好 汽车也是有固定的 你知道这个牌子是这样的价格 这个牌子是这样的价格 但在设计行业 他太过subjective了 subjective到没有一个 我们可以有技可循的地方 所以让客户很模糊 不了解 那你觉得在未来 他还是会这样继续下去吗 服务行业常常面对的问题 是收费的问题 常常让人家有很多的这个疑问 不懂怎么去做 包括像主持也是一样 常常有这种问题存在 所以这些是服务行业 那你觉得说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部分吗 还是什么 还是说有办法可以去改善的 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我觉得 在尤其是我的行业 这个室内设计方面呢 如果我们跟这个architect做一个比较的话 因为最靠近我们的可能就是architect 比起其他领域的那个设计 这个architect呢 他们是如何收费的呢 这个是一个 他有这个 一些专业的这个组织 是 去定价的 去定价的 就是说 在一个这样子的规模的一个工程 你必须收费是多少 那那个其他规模的工程又是多少 然后那个每一个每一个工程除了规模之外 他还有性质上的分别 所以有一些有一些工程的性质是比较难做的 可能就收费会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可行性的一个未来 就是当然我们身为那个专业的设计师 我们就必须是去踊跃的参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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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部分 让它实现出来嘛 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这是一个可行性的未来 然后至于现在的处理方式 其实你刚才就说对了 其实就是通过这个 很多时候这个室内设计师 他也参与这个design and build 的一个情况 所以变成呢 我们就是可能能够把这个 这个价钱的部分 就埋在了那个装修的 是是 重组的部分 是 那那那可能就要问一下 室内设计师如果是打工的话 一般他的这个薪水会是 介于什么样的范围内 如果是打工的话 现在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FreshGrid FreshGrid的话 大致上都会这个2000以上 2000以上 最低都2000了 对不对 最高可以没有一个顶了 是吧 是没有顶 但是大致上都在 两至3000左右 FreshGrid FreshGrid 对对对 那如果是有经验的呢 就要看他名气了 有经验的话 如果说有一个 三五年的经验的话 大致上在一个5000块 左右都是没问题 5000块左右 对对对 OK 那三五年经验 就可以去到5000块了 对对对 这是他的薪水嘛 打工嘛 对对对 OK 那我们看 既然我们刚才谈了 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 如果是自己做生意的话 他怎么算这个钱 大概也知道了 那如果是说是打工的话 大概可能说2000到5000之间 这个收入 那如果是稍微更有名气的话 我相信就不止这个价钱 而且有名气 应该也不打工了 对不对 有名气一般自己开了 对吧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可能有名气 但是跟着更大型的公司在运作 OKOK 那可能最最最最最后 就是想想要更了解一下 你觉得室内设计 在马来西亚 这个未来的发展是怎么样 马来西亚室内设计是多吗 这个第一个问题 多吗 其实马来西亚室内设计 我觉得是是蛮多的 蛮多 所以竞争也算是挺大了 对对 那马来西亚有这样子的市场吗 可以support得了 那么多的这个室内设计师吗 当然可以啊 因为如果我们讲 这个马来西亚的市场 其实你看到 一个一个一个前景 就是现在的人 对生活的品质 要求越来越高 这是这个个人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看我们开始相望了一些 比如说 以前以前的以前的生活 都没有所谓的干厨房 对对对 dry kitchen or wet kitchen 还分成两个 对 甚至呢 那个厕所都开始分成 那个干的跟湿的那个部分 对对对 所以这些是个人的那个要求 当然当你要求提高 你就需要有品质的一个一个体现 是 这就是设计师 需要设计师的一个环节了 对不对 然后至于那个商业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越来越多那个 那个商业活动 是偏向那个比较 比较active lifestyle的 比如说 现在的那时候 hipster cafe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都需要这个designer 去点缀它 然后 接下来就是 你看到个ab&b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想要 给这种服务 所以在商业的这个部分 也是一直在support的这个东西 所以换句话说 我能够做一个总结啦 其实在室内设计这个市场呢 不单只在买一下 可能在国际方面 这个平台呢 是非常有需要 这样子的人才 因为毕竟 随着整个生活水准的改变 和这个提升 我们需要更有品位的这种生活 那自然也需要更多这个设计 好的设计进来 是啊 像好像我周围的很多人呢 就开始慢慢的读 像设计师 因为觉得这个 这个行业呢 前途无可限量 所以他们就去读这个行业 读这个转科 对 所以设计 它是一门专业 那如果不要把它看成 随便的人都能做啦 可能你有这个设计天分 但是有一些原理你不了解 当你做不好的时候 你可能会后悔 每次找事 你花了一大笔钱了 所以呢 如果是这个 想要做一个设计的话 可能先跟设计师谈谈 因为谈的话没有收费 对不对 对对对 谈的话是没有收费 了解一点 如果你觉得 原来你也可以做到的话 或者你觉得 那你可能可以自己做 如果不是的话 还是找专业来帮忙 会比较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 Tim上到我们节目 来跟我们聊更多 关于这个室内设计的一些 点点滴滴 行业 未来发展等等 希望下次有更多的这个时间 可以跟你聊更详细的东西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William 谢谢秋子 好 今天我们这一期 天马星空在这里结束 下期再继续跟大家见面 Bye 再见